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一季 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啊 我那个场景是那个 一个笼子里头 怎么有那个超级 几十万电符的那个 对不对 对 那个特别震撼的那个画面 有蹲蹲 那第一集 那蛮震撼的 那个剪的鞋也特别巧 那个要控制全场的灯光 灯光师 然后把照在各种地儿 可能打开那个笼子 包括那个半开放式 那个有缘小镇 我觉得我看起来也很新银 那一集就跟那个 有一个电影 那个跟杀出过黎明一样 就是它前半集 一点那个征兆都没有 突然间到下半集 帮以杜一人爬火来追你 我的妈呀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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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就見了两个厂景 挂的全是脑花呢 脑花 脑花 对 你们也吃火锅店了 高兴之宝 昨天吃火锅了 没有 昨天睡那个现场 高兴坏了 全眼脑坏 郭伟呢 我那个是最深的 就是那个新娘那个关吧 第二期吧 比较恐怖的 徐凯飞起来那次 对 他自己做单人任务那次 那次指名道姓的单人任务 属中未婚者 然后去哪个房间取一双红色绣花鞋 然后放在哪哪哪 别吓我 别吓我 吓吓了 别吓我 对不起 他第一次来嘛 对不对 对 第一次来 第二次就知道欺负彭彭了呀 彭彭简直了 他丢脸就丢脸 他明明是怕 他自己想的 有一点也是明明的 他这样 他这样 脚边弄一下 口发越心酸 就太搞笑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画面都是彭彭 就是那个日历一上来 彭彭就跪下来 这个东西 彭彭后来很厉害 彭彭后来成为了不倒翁 就每回要跪的时候 自个儿震不起来了 马上就要跪了 这个自个儿就觉得 没什么可怕的 自个儿震不起来了 站住了 又有新技能了 不倒翁就是你 不倒翁就是你 彭彭是 我觉得是我的那个 欢乐源泉 彭彭真的很可爱 彭彭真的很好笑 彭彭他解锁了很多的 那种跪的方式 滑跪 然后那个什么单膝 彭彭到底跪了多少次 几十次应该有 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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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盛事是 彭彭 徐凯和若芸 他们应该很吓人 应该让他们三个人 一单独来玩一次 不用 他们三个人 一人一条单线任务 是不是 更吓人是不是 对 他们三个一起 来